今天去市场上买了一些牛蹄 我们来做牛蹄吃 先把这个牛蹄去一下血水 这个要给它压一下 用锅油锅压一下 比较硬 放几片姜 往后给它压个四五分钟 不然咬不动 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倒出来 牛蹄已经压得比较软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红烧 要切一点姜 这样我们可以切大一点 切片就行 甘纳椒的话切结 先倒点油 我们现在要炒糖 把白糖倒到这个锅里来 然后把它炒一下 这个糖已经炒红了 我们把这个刚刚煮这个漏的汤倒进来 把姜片还有八角倒进来 牛角倒进来 还有一盆 放一些料酒 因为这个牛蹄味是比较大的 还有酱油 这样上色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之前我煮的时候没有放盐 所以现在要放盐 好了 把这个盐给拌油 干辣椒结 放在最上面 好 焖干收拾 切一点 大蒜杆 把大蒜杆先放上来 盖起来 烤箱了可以出锅了 红烧牛蹄 做好了 今天晚上吃大餐 这个是牛蹄 牛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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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鸡草 漂亮 Bren鸭side 鸭side 金蹄 魚蹄 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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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prophesy 中文字幕 李宗盛